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行 他行和那行 还学习了两行卓银行 分别是咖行相应的卓银行 嘎行 三行相应的卓银行 扎行 怎么样 大家都掌握了吗 请大家多加练习 不断巩固学习成果 好了 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吧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五十音图 第一讲让我们来学习一下五十音图中的后五行 它们分别是哈行 妈行 压行 拉行和哇行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行 哈行的语音基本上是轻辅音的 与原音行相拼而成 第一个是 加上原音的 阿 哈 哈 我们一起读哈 哈 第二个是 加上原音的 伊 发音的时候 舌头中部靠近上额 有点气流摩擦而出的感觉 好的 同学们一起来读 第三个语音有点不太一样 是轻辅音的 与原音 呜 相拼而成的 日语中的 与汉语不同 大家来观察一下 汉语中的 日语中的 怎么样 你发现区别了吗 日语中的 没有咬唇的动作 是吹蜡烛的动作 请大家一起来做 吹蜡烛的动作 吹蜡烛的动作 与原音 呜 相拼 吹 吹 好 第四个 吹 加上 エ 一起来读 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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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后一个 吹 加上 欧 吹 一起来念 Brazil 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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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我們五个一起 来念一下 哈行 哈 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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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做 这一行的练习吧 读读下面的单词 大家可以先暂停视频 读一读试一试 然后我们一起来读 好的 会读了吗 我们一起来读吧 皮肤 皮肤 端 端 船 船 船 細い 細い 下手 下手 あの人 あの人 他 他 低い 低い 減る 減る はなし はなし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下一行 ま行 ま行的五个语音是由轻浮音的 加上五个原音相拼而成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写一写吧 ま ま み み み む む む め め め も も 现在五个一起来读 现在五个一起来读 み む め も ま み む め も 請大家来读读下面的单词 练习一下我们这一行的语音吧 たても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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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前 名前 むかし むかし さむい さむい にもつ にもつ つめたい つめたい みなみ みなみ むすこ もみじ たのむ たのむ 怎么样 假名到此为止已经学了七行 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单词里出现的假名越来越多 这就要求我们对牢记各个语音 能做到脱口而出的程度 经常自己或者同学间 做做听写的训练吧 好的 回到语音的学习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鸭行 鸭行其实 只有三个语音 分别是半原音的 一 与相应的原音相拼而成 我们一起来念一念 一加上 一加上 呀 呀 一加上 呜 呜 呜 一加上 呜 呜 呜 好 现在三个一起来念 启 呜 一加上 呜 一加上 一加上 二加上 一加上 一加上 山 部屋 良い 夢 屋根 冬 冬 よむ 早い やおや かゆい 來看一下下一行 下一行是拉行 拉行的五個語音是由輕符音的 分別與原音行相拼而成的 輕符音的 怎麼發音呢 最大的特點是彈舌的動作 抬起舌尖 抵住上齒音 堵住氣流的中間通道 使氣流從舌的兩側流出 大家想一想 在唱歌的時候 經常唱的 拉拉拉 拉拉拉 你感覺到彈舌的動作了嗎 反覆這個動作 有利於掌握 的發音方法 我們試著讀一讀拉行的五個原因 機密 拉拉 李李李 魯 ル 歼 叠 裸 り 呂 Lano 图一咒下面的甘词 Lusi Sakura Li Kai 理解 する する 黒い 黒い 未来 未来 後ろ 後ろ 流れ 流れ 鶏肉 鶏肉 歴史 歴史 接下来是五十音图的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是 哇行 哇行在发音上其实只有一个新的语音 哇 哇的发音方法是半原音的 う 加上原音的 あ相拼而成 其余四个都与 阿行的假名读音完全相同 最后一个 お 在写法上与阿行的 お 不同而已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哇 哇 五个一起来读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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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让我们读读单词练习一下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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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的 到此为止 我们已经学完了五十音图全部的清音 是不是要记得东西比较多呀 大家不要着急 认真的练习就会很快的掌握 多读多写有利于记忆加油吧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五十音图 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读 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读 什么 字幕后 读多説 好 まみむめも まみむめも やいゆえよ やいゆえよ らりるれろ らりるれろ わ、い、う、え、お わ、い、う、え、お 五十音图是日語語音的基本 大家一定要扎實的學習 爭取記得又快又好 本課的第一講就到這裡吧 我們下一講再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